打盖轮还是得看一下 血量 吸血鬼 打野的话感觉可以考虑位 可以考位 位照性感觉都行 位更好一点 前期节奏 因为这个阵容的话 既然已经选择了 EZ跟吸血鬼了 得有个人前期站出来 右边最后 胡佳辽 这是为数不多 能够有点击飞的 而且管不可以稍微再进场 这样感觉左边会有盒撑着 而且它的曲线相对平滑 前周期相当于是都有的 不是 无格明不是说好了 不玩后期吗 咱不是说好前期打架吗 这几英雄选还是吸血鬼 还是有个血池 然后给到右边的话 给Soger来拿一个压锁 我觉得这就有点奖励局的感觉了 但怎么说呢 我感觉这把其实Carryman挺难发挥的 因为线上没有什么人跟他好配合 吸血鬼要发育的 EZ要发育的 然后这盖伦嘛 线上唯一有优势的一条线 但是对方打野的 是个寡妇的情况下 跟鳄鱼比较好配合 感觉对于JT来说 他的打野的分路 前期怎么样去建设 怎么样去辐射 还是要考验一下的 因为现在蓝色帮大概率 是一个从上往下刷 然后大概刷到一个下路三四级 然后自己到五级 然后能抓一波 就看低波能不能抓到节奏了 但是对于乌乎Gaming来说 这个阵容感觉前期就是不好起节奏 感觉对寡妇来说 前期这个EZ加9种不特别好抓 寡妇这把大概前期要 我要鳄鱼去走 对 上中来走 赵姓则是围绕盖伦这要行 全军出击 来了 进入到峡谷 贼凶主设计 那吸水鬼其实还不是特别怕 哎呦 这上来直接被猛戳一套 那半管血就不一样了 贼难受 赶紧作兵 这局SOLER带的是个虚弱 右边是双虚弱 卡莎打的比较凶啊 有兵线有指节奏就点人了 感觉现在卡莎的出场率也在登场 然后卡莎其实确确实挺好的 对的 借攻这一套嘛 受到两级 但好像也没有什么出手空间 感觉苏瑞亚经过SOLO赛的锤炼 现在线上能打得很凶啊 其实上路这条路 现在还是比较有争夺的看点的 比较有杀歇这一下嘛 然后包括下路的话 转线期尽可能去看 来到中路还是来上 是的 我比现场是一直在慢推线 对的 再等寡妇过来 寡妇现在位置也比较靠上 现在这个时间两边都不是特别好动手 看一下赵姓 这把这组石头刷完之后 有没有就会去考虑抓拨人 还没到五 蹭五了 这应该是把这波兵帮推掉 然后蹭到五级 蹭到五级感觉好悦嘛 满血盖伦 要想不开了嘛 撕瑞亚扛塔 这个我觉得是有点想多了 这盖伦毕竟二技能还在啊 但是二技能这波没了 感觉要卡你技能cd时间点了 直接一套 咬一下杀害王不够的 够了够了 寡妇一个大 扛塔扛的挺好的 哎呦 袁成平点一下 有点极限这波 确实很极限啊 塔下四级满血的盖伦啊 毕竟第一波是先打你个盖伦技能吧 把盖伦二技能先骗出来 骗出来之后的话 第二波在于盖伦就没那么高的坦度了 是的 他们其实可能选出个余顿的一刻 就已经策划了 上路有这一波前期月塔 这波越完就是很难 但是收益很大 哎吹起来 寡妇再来 但是如果寡妇整是没大招的 就会把有些尺 规避伤害 肇情就在旁边 哎 闪蟹筒 哎 捅出来之后 这把江泽闪蟹也打了出来 但是自己这边怎么办啊 被卷起来了 但是压锁惹而没大 还好 这打出一波技能吧 三分钟 下路 寡妇又来了 但寡妇这波还是没有大招的 过来恐吓你一下 其实下路 卡莎加加聊的 这对线打的已经非常不错了 没错 又来了 再打你一套 直接是把QEY的闪现给打出来了 这啥时候是个头啊 这打得好主动啊 这打得好主动啊 江泽这把这寡妇乱抓人 这是我看到红色方前期文中之内 起节奏最快的一波比赛了 走到哪儿抓到哪儿 是的 就是打野节奏吧 风吹到 比赛不灭 反复偷 其实唤醒了蜡线搜索 完全不错了 这不虚啊 这QEY前期会打得比较难受 下路被圈肚腾了 对的 其实像中路这种大河 然后你前期过得极其难受的情况之下 你装备起不来 就是会延反你的节奏 没错 现在造星还是一个问题啊 抓不到人 也没地儿抓 现在两边估计要等五分钟那一波了 没错 还有半分钟 双子源的刹新 装备回补个七七八八 刚才寡妇先拿到人头了嘛 所以说她的装备是稍微有领先的 造星直接是裸了个三项出来 16秒钟 双子源杀新 已经开始换线 这样蓝色王先转线到中路 双人左 寡妇又来了 残血 大个鱼 下血咬住了 准备了 血池开慢了呀 感觉这波两个人硬要杀你啊 要换资源吗 下路 感觉换不了啊 乌虎gaming这边感觉 都想打先锋 正面留住一个搜尺 搜尺被卷起来了 他自己能划 划一下闪现溜走了啊 侧面地牌顶在前面 这个下鱼先锋的口子 蓝色王是能抢回来的 下鱼关键把大招放了 而且状态其实挺一般的 如果还要再过来试 闪现过来想直接秒 盖伦大招被寡步大招窥避 而这个先锋被ECE拿到了 ECE拿到 后续反打 点入本能 逼闪现 打招又斩了 把家鱼给斩死了 哎呦 下路还在点吗 但两个人身板扛不住了 JT这波又拿人头了 但这个先锋是被ECE拿到了 JT还想过来抢一下的 但可惜 寡妇跟赵姓双双倒地 对的 这波寡妇很帅啊 先躲了一个盖伦大 这DY是忘记了 这盖伦前面大招是没放的 这个龙打了半天 以后还没被打掉 对的 相知很淡定地收获了第二双小龙 下路 QQY一个人 两兄弟又要过来了 呃 有点难受 啊 这里交走了 还好有闪现直接拉走了 闪现拉走 左童也过来 塔的血量已经非常惨了 对 那这样这前期拿到土龙 哎 可以 就能交点啥交点啥 能刷点伤害 应该是手不太住了吧 要硬手吗 硬手可能出事啊 DIY顶在前面 啊 DIY就直接开上去了 空风先上了 朝了一个酒桶 走着顶回去 哎 酒桶大招 炸回了一个寡妇 但是酒桶还是要死啊 帮挡一下 将之没有被EZ的秘书设计给收掉 硬把这个中塔守下来了 压锁把下路也带了 压锁在带对的 包括上路斯里亚拿到一个鳄鱼 虽然是一个劣势对线 但是打的还是挺凶的 上路也能推个塔 推下塔 哦 这样的话 这个防御塔劣势有点大了呀 很难受 上路塔也会掉了 而且现在你这盖伦想硬杀个鱼 你最起码得有一个兄弟来帮一下 对 又开 开大 鱼闪现 家里要大招砸下来 嘲讽潮到了 呃 直接又击杀了 这寡妇风生水起 4-1 Kerryman这把同样憋屈 他这个造型拿出来 感觉前期没做到事 死两回 节奏完全断了 而且虽然说刚才拿到先锋 然后推了一下一塔 但红组方的一塔 还剩一点的血 太不掉 对 线过不去 这个塔真摸不得 感觉这三线都很难处理 Soldier 这流到 三人合围 现在寸步难行啊 这闪现过来 没人跟伤害吗 哎呦 精准的秘书射击 刚想说这个下路 其实 Soldier和吸血鬼的对线也是占优的 但是在野区迷路有点难受 真男人选择单挑 他没有选择单挑 选择群 不讲伍德 可以 他选择一个人包围三个人 这个 这样蓝组方 还是想围绕这终于塔 就一点血啊 呃 九层大 大走一个僵直 那这样 中塔先拿掉 中塔拿完之后转下 凭克歪 血量很残 直接被点死了 这边桶子一顶两个 兄弟们过来 逼出地外闪现 感觉这段时间 打的会比较乱 哪儿 基本都想起个节奏 然后刚才 蓝组方的一波转线 打的挺顺畅的 这样子 又规避 因为如果 寡妇用大 躲了盖伦大的话 盖伦大概是五六秒钟之后 大招就可以重新的重置过来 哎呦 还是被逮到了 你这一回不回 不仅来两回 呃 但这盖伦能走吗 DIY先正面流道 嘲讽 压锁过来 打这个凶针 凶针贼肉啊 风抢起来之后 狂蒙学习斩 打了一个凶针 DIY大招再进场 但是赵迅顶着他在捅啊 好像这个位置 压锁能不能走 四人合怀 他还也不太够 呃 小马在旁边 疯狂点点被挂了一个虚弱 自己位置也比较难受 鳄鱼进场了 但自己进场 好像是能不能保住自己的队友 没有保住 卡莎也被击杀掉 这个也追不上了 看来追不上了呀 哎 怎么说 钻两段 呃 这个位置有一个二段的机会 盖流很肉 能拖会时间吧 将这过来了 能拖一会儿 是一会儿 十一秒钟资源刷新 那感觉GT这波 二龙也能拿一下 嗯 感觉刚才GT 就是乌给面一波乱拳 打老师傅 是的 抓了几个人头的节奏 人速亚龙登场 但还是啊 荆棘拉不开 蓝色方又准备围过来了 这条龙 看正面 先顶起一个球筒 肉身开团 凯士曼再进场 左边的开团手段很多 而且都前排比较肉 苏瑞亚啊 直接咬住 在卡莎进场 凯士曼的这个血量 有无会冲锋 但是自己的血量 能不能锁住 狂风GG闪 收掉人头 而且拿了龙之后 想顺势推塔吗 兵线不太够了 现在还是有点清不动 嗯 而且上路蓝色方兵线 已经到二塔了 得有人去守 哎呦 这个寡妇直接被拽死了 又是这个问题啊 这个角度 同样的配方 呃 感觉J-team今天 走的这个位置 有点难受 那这样大龙刷新 兄弟们 右边少了中上 少了上野 这么说 感觉是想操作一下的 J-team这边几个C位 看操作一下 加辽先三山顶 顶了加达杜老虎的桥 效果很一般啊 加辽开启自己的声轨 直接开启自己的轰之杖臂 抵挡一下伤害 但是把这波乌虎gaming的进攻大龙阶段给拖住了 是的 QQY现在的装备没有完全起来 伤害不太够 呃 但对于J-team来说 不让对面打大龙就可以啊 是的 打到了现在12分钟 人头比9比10 经济是J-team小领先 但他们现在是有两条龙的 这样三分钟之后的这条水龙啊 是这场比赛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对 这局QQY做装备比较暴力啊 第一件法爆 第二件感觉是直接出帽子的那套 他其实 在团战当中功能就已经没那么强了 纯打输出的那套 帽子做出来 鱷鱼 旁边有姜之 J-team今天非常执着蓝队王的F4 中路塔再给点压力啊 但这个中塔始终推不掉 没办法把现优先清掉 然后去顶个塔拆 捅了一个苏瑞亚 两段的位移直接顿走 两分半中 红色方 还是应该先把兵线都清一清带一段 现在处理先是最好的办法了 现在无户gaming还是一个概念啊 尽可能拖到自己的大和三件套 三件套的话是完全有的一战 没错 DY正面被留 枪支就在旁边 盾很厚 苏瑞亚过来了 撑到苏瑞亚进场 之后一个大招 做了三个人 但后续的伤害不太够 兄弟在前面 最后一下坏了 这白给了九头 有点白给 不是特别好的位置 直接被白点两下 把电江出发了 两分钟不到 能不能直接转大龙呢 苏瑞已经到场了 还是先带兵线 感觉要转呀 但是视野没排干净 没动 还是求稳 求稳了 一分半钟 水灯刷新了 不过还要动吧 还要打 眼上蹲 这真的是眼上打了 打得很快 很快 精神弹幕已经放了 快了 拿下了 已经没了呀 哎 有没有雪雪鬼 进场抢了一个机会 先逮你雪雪鬼 没了没了 雪鬼QY准时放完之后 还是要被压起身 沈浅过来直接想开团 正面搜紫顶在原地 但进场之后 DI被斩掉了 群人顶在原地 一个盾非常的厚 但正面进场之后的一个 召集还是被处理掉 再追击嘛 没有留人技能了 这波 拿了大龙之后 而且打了一波GT的一换二 打得很激烈 正面再有留人 哎呦 又偷一个 但有大招 大招又拉开了 盖伦没大 击杀两个 而且团灭了 这有没有机会一波呀 15分钟刚过 大龙兵线 完全有机会 感觉 要突然死亡了吗 拿下了呀 还求稳 防御塔啊 防护盾是在的 先推一下高地吧 确实因为有防护盾 所以稍微忌怠一点 对的 这一波 这一波 乌虎gaming 大亏啊 大龙 没拿到 然后 死了两个人 而且中路上路的塔都掉了 对 现在这个形势又瞬间急转直下 是的 现在这帖 龙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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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000块的帖面领先 加着龙魂 优势5减肥 而且欺负鬼还不在正面 压令塔打 这样三路高地破掉之后 已经完全没有翻盘的可能性了 下路高地硬身倒 这左边手都守不了 DY顶在前面 还是齐弃 想先开一下 巨鬼 现在装备虽然起来了 但是也只能轻轻冰了呀 还是没有能撑到该发力的点 这样GT 一马平穿 三路的高地都破掉 想闪现过来开一个 开到一个小马 想把这个位置 大招 做了一个位移 帮助酒桶的桶子完成送客 刚才找的这个位置机会挺好 但也就这一波 酒桶的闪现可大多用了 那GT回补之后 该做的装备做出来 现在节奏完全不着急 这个就是慢慢玩就可以了 主要现在乌虎跟命没有翻盘点了 是的 优势也太大了 唯一的感觉 你就是拿一个远古龙 你打一波团 但是你清朝出动的话 你这个家裸防御状态 空尘技 可以 那就让西约鬼一个人守家 然后四兄弟也去打这个远古龙 这包打不了呀 包打不了 这西约鬼守家 去远古龙 正面四个人直接被开 开完就G 再围成了 分一个人来打远古龙 兄弟们再围上来 小马先过来 这俩人打龙速度超级快 感觉他俩就够了 牛筒 紧急在找地外 正面个鱼已经咬了一下 好像赵新差点被咬死了呀 有了远古龙 哎呦 这么一个巨大的大鱼 身形无比肥 难停 这个位置直接被咬死 又狂风掘起下你一个 有血迟的QQ8 还是被压起身 挂了一个虚弱状 受不了了 这远古龙回了可大的 凶真倒了 那第一把可以恭喜JT们可以赢下了呀 这JT们在伴随着这个兵线 仅剩两个人复活的情况下 一波拿下绝对不是问题 可以直接等下落的兵线过来 有超级兵的 五个人带着远古龙buff 重复兵线也去过来 没有任何的操作空间 恭喜JT 所以说水鬼第一局当失败了 非诚 感觉前五分钟好像有那么一丢可能 是的 但JT还是太稳健了 感觉JT这个队伍非常清醒 他还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前期拿到了这个寡步之后 然后尽可能的去找自己上路 包括之后的团战当中 也没有出现任何失误 没错 这其实刚才那局打完 对于乌乎跟命来说 就前期稍微起雷一点事 但是立刻势头就被压下去了 对的 他们唯一找资源的 应该就是JT在拿了龙之后 然后在对面的这个野去找了几个机会 把人头比打回了一个7-8的一个比 对 但就那之后也是干人头 没有任何资源可以拿 对 我觉得这局的一个质变点 就是这team对于大龙的处理 迅速赶紧给RA掉了 关键是第一个 就是RA掉大龙之后的话 真的就也没啥办法了 对的 真的就没啥办法了 我只能说 乌乌给命这把前期 确实在努力的做事情 但是这个阵容做事情的条件 又相当有限 对的 因为前期在你EZ跟血鬼装备没有起来之前 你光靠照姓 其他几个点 伤害其实也就这样了 然后前期 其实在拿到下路EZ的情况下 因为很多人拿EZ 也是因为两点 第一个就是有保命能力 然后后撤 第二个就是你在线上可以打得比较凶 但是他就是在下路 唯一做得比较好的 就是吃点肚层 然后在整个的线上来讲 其实卡莎完全发育起来了 给小马拿卡莎 也确实ID般 这个英雄确实对小马来说很熟练 对 但是你真的要搬AD英雄 你也搬不完 对吧 就是再怎么样也搬不完 该有的总观还是有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 其实在你没有什么像EZ 霞 或者就是 呃 则利的情况下 其实像现在德莱文都有比赛出场 德莱文加锤石 对 加泰塔的那个勾子 你双勾就有点无解 是 就现在反正就是 大家都在尽可能尝试新的英雄区 在比赛里面能够走出来的 对的 因为大家都在走同一条路 你肯定要去开辟一条 属于自己队伍的一个道路 因为你随着其他队伍的一个步伐走 你永远只是走别人走过的路 没错 我们来看一下这把这个赛户数据 看一下蓝色方最高打了27000的EC 但是对GT来说 小马一直在输出 而且感觉3C上单 打野中路打的伤害都很高 关键是寡妇啊 这把声音很大 前期疯狂给呜呼gaming上压力 他走到哪就真的有点 不是说拿个助攻或者打就打出个技能 然后你打出技能我下不是再来就又有了 对 节奏找的真是很好 这局感觉拿出了一个寡妇法盒 但是前期节奏找的确实 比赵信来的要更好一点 现在就走到哪抓到呢 对的 MP给到小马 6-1-7 KDA伤转高达218% 而且这个是3票都给到了小马 对 小马突然也敢输出啊 感觉小马就是有一波 就是说在蓝团野区被九桶找了一个闪现开的机会 但那波也没被击杀嘛 对 没什么大问题 就是说抓大龙速太快了 然后QQY很急想进来看能不能抢 这个冲进来自己就嘴白给了 主要这波很冷静 就是等你QQY进场之后 然后兄弟们把大龙停下来 先骑获你是吸血鬼 对 这里真的思路很明确 打完你一个残的然后就跑 然后这里真的寡妇这个英雄到了后面 切AD真的就是一下一个 而且他的大招用来躲盖伦大 然后躲关键的伤害 就已经是让自己当游龙了 把这里偷了一个远古龙之后 远古龙一旦拿下 你看巫虎Gaming就直接撕散而逃 两个三个人追五个好 这个鱷鱼史前巨鳄 打到这儿稳赢已在了 确实 这个team的关键是现在 猫也猫得了 然后运营也能运营 就说这个队伍现在能够打到这样的程序 还是有他的道理的 就很夸张 他是一个很清醒很理智的莽夫 你这种没有太多的解法 确实 所以我感觉对于巫虎Gaming来说 要不咱就放手一搏 这阵容直接押宝前期 咱不成功变成人 大家玩了爽一点 爽局完事 可以 因为对于上局来说 确实还是拿了几个盒 但其实你BP做到最后 你给到中路的选择没有那么多了 对 而且你在打AA选择 拿赵星的情况下的话 其实你跟中路吸血鬼 其实没有什么配多联动 对 就完全没有联动 就是赵星自己玩自己的 然后能帮你抓 就帮你稍微看一下 就抓不了 他只能在野去刷 而赵星这种英雄 中路有属于那种不能只刷的野区英雄 对的 你只刷你精气不够 因为他比较依赖你装备一个领先 然后去给别人施压 他其实赵星的这个玩法 应该像这局寡妇一样 就是走到哪儿能带个节奏 然后自己击飞 控制配合强伤害 给先杀点人 但这局感觉对赵星的来说节奏比较差 对 然后就是对他们来说 我觉得你刚才这个思路比较对 就是前期能拿的节奏拿一下 中路选一个 就是首先打野吧 打野还是得先拿 拿完之后 找不管是福威哥 还是说人马莉莉亚这种的 看能不能拿到 拿到之后呢 还是通过打野来做一点事情 就如果光论BP来说的话 两边其实在这场BP里面的思路就是 把几个OP打野给扒完 对的 蓝色方的无gaming选择三班打野 把太阮算进去是三班 然后红色方的选择是把剩下两个补完掉 然后开出来唯一一个就是寡妇了 然后其他强势的福威哥 就是你打野能选的空间被大幅度缩小 那这个时候的话 其实能够去配合寡妇的阵容 强度就一下子上来了 对 那就还是 我觉得这team这局 因为已经打到现在的这个赛段 它其实积分方面是排名比较前列的 我觉得打不管什么样的对手 反正积累一下自己经验 就是打野尽可能的冷门英雄也稍微用一用 最起码你在打野都被对面针对你的情况之下 最起码还是有人可选的状态 再怎么样总会还有库存 对的 就别搬着搬着把自己的家给搬空了 这个就少了 压箱底的 对 而且这局比赛整个的这个效率 对乌虎Gaming来说 刚才也讲过 他们是不需要有包袱 也不需要有任何的压力来去进行对战的 他们哪怕能多打一场比赛 对选手的这个状态和训练来说都是赚的 对 放松即是最强的武器 我觉得这句话用在乌虎Gaming身上 应该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可以 现在看看 找节奏找阵容 我觉得现在他们能做就是 还是得打中野方面的联动 然后先打野看看能拿到什么样的英雄 而配合一个中路相对打前期能最前先抓起来的 确实感觉现在前期的联动 让他们在前期能够取得优势是最好的办法 看一下 班人稍微调整了一下 是的 两边换边之后 对不起 两边是保持这个 保持没有换边 对的 但是多搬了一个寡妇 那现在是 就一定会开一个出来了 是的 那开谁呢 我感觉开谁都拿吧 就大树莉莉亚佛月格三个避开一个 或者我觉得J-team有一个思路 就是你选择多开一个情况下 我自己也不办 对 一人一个 最起码能都拿一个 对 班莉莉亚 J-team是可以这样打的 因为他们就是在之前 就打也都不班 然后让自己有更多能拿的可能 是的 那现在放在外面 大树佛月格 J-team我觉得可以考虑不办 如果不办的话 乌乎Gaming大概会拿一个大树 但是如果是看自己熟练度的话 非贵是有可能的 好 果然不办 全放 全放的情况下 因为亚索也在外面 亚索康特大树 将会形成一个小壁环 诶 就你先抢啥 抢大树 我就直接亚索 而且后拿的这俩都能拿 对 但是我觉得感觉这种情况下的话 先抢佛月格似乎更赚 选择先抢亚索 选择先抢亚索 给QQY拿个束缚的 那这里佛月格加大树了 我感觉可以一起直接锁了 这太舒服了 但是大树你锁下来之后 面对一个亚索没那么舒服 但是大树往辅助放其实也没问题 果然一起锁了 没有这个问题 一起锁了 那左边的话 鳄鱼可以先拿 但是鳄鱼也不是那么着急 AD AD得先锁 Easy 霞 或者说直接把下路双声组合都给拿了 佩克拿个能佩克亚索的 要不卡莎吧 我感觉把卡莎去抢了 拿飞机 小马也是有手飞机 这手有点一枪再搬的意思 飞机加酒桶 可以 然后酒桶去摇一手 酒桶配合雅索去走中野 酒桶更好 或者就拿个奥恩吧 但奥恩在线上跟 盖伦 感觉上路这老几位 就盖伦拿到最后最舒服 这样有了佩克之后 拿到隔温 铺舍AP 那这样的话 J Team直接是上路选了一手隔温去打盖伦 但不好说隔温这手的话 赶紧走中也有可能 有可能要中的 对 右边酒桶奥恩双斑 感觉左边能选的配合 压索的辅助也比较少 那左边肯定就是斑捏地了 对的 EZ霞卡莎 应该EZ霞 三斑二 右边奥恩加里奥 我感觉还是斑卡莎好 因为霞是打不动这个盖伦的 是的 得尽可能给自己前排少制造点麻烦 这可以把奥恩办 左边这个阵容 诶 选择了布隆 可能前面有信息 哦 就是觉得自己阵容近战太多了 嗯 这铺龙打起团战 一人给你摸一下 这受不了 那这样左边还是有一个 能出奥恩的机会啊 翻寒冰了 现在像寒冰 像格莱文 就是有出的空间 是的 反正这个大树 已经包拾走辅助了 你别说右边这个 拿艾西真挺好的 现在但是 先把额鱼拿了 那这样把康的位置留给AD 这样的话 感觉鳄鱼 还是去打亚索会好一点 对的 但是如果说结合中眼双AP 中眼APAD混伤的话 那格温还是走中 上路让鳄鱼就自己玩之 看看辅助的位置 可以出奥恩 而且左边AP也都有了 奥恩确实跟亚索比较好配合 主要就看打野了 狠一点就位 感觉拿个位 但右边你能切的人太少了 对 又没人切 不太怕切的 这手AD右边后出 也就是怕你左边出位 照星继续同 相信自己的话 其实可以拿照星继续同吧 而且这局的前期 也可能有点能起的节奏 好久不见了 很抽象 但我觉得千绝也是个思路 就打反手 右边冲进来 千绝直接拉大招 可以 规避你的一波伤害 主打一种不留遗憾 而且右边的话 这个阵容 还是很均衡的 主要大树走辅助的话 他的功能性太强了 但又有个问题 左边这个阵容前期 其实一点节奏没有 这千绝抓谁去 就线上你硬扣 你就只能说上路 你给一个大招能斩杀的机会 就没有控制 对 这就是真没控制 我都不知道 这把左边 左边这个无辜 gaming 怎么在前期能够起节奏 那就相信 这边搜索者 装路自强压锁 自己快乐疯难卷起来 感觉确实 你这个 从阵容的角度来说 这也算成型了 但你其实在线上 给到千绝前期能抓的还是很少 感觉还是要走一个 你发育成型 后期打团战的情况 对啊 但是这阵容是完全不怕你 后期跟你打起来的 但是怎么说呢 这无辜 gaming这个阵容 如果说在前期能稳住 往后去拖 其实伤害点还挺多的 飞机再加上千绝两个远程点 然后再让前排也比较扎实 然后大叔就可以通过亚索去化解掉 但前期是前期能稳住 一切就是看前期的一个节奏和状态了 而对于GT来说呢 上一局的比赛 将军选手是从头再到尾啊 看一下第二局的比赛 能不能有比较好的一个带边节奏 如果是说线上能够扛住 gaming的一波进攻 然后把它变成自己的机会的话 那前期GT拿到节奏 比赛就非常好赢了 相比之下 GT们这个阵容在前期好配合得多 你最起码有个上路稳稳控制吗 嗯 大叔也是一个稳控 没错 哎呦压的真凶啊 就奥恩前期作为一个辅助来说就是个挂剑 到了三级开始才有用 直接绑到AD了 给虚弱 打了半斜 但是发现小马这边扛比扛的有点多 嗯 左边带了个火啊 右边DI的火还没放 是的 扛比扛太多了 遭不住 两局比赛GT下落的辅助 选的都非常激进 中路拼得也非常凶 哎 这下硬卷锋 盾米打出来挂了一个虚弱 快要减乱 再减一下 这局QQY带的是一个知名节奏的压锁 嗯 两边对亚索理解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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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边其实还是不灭猪亚索收益更高 是的 前期赖线能力打得会更像一个战士 嗯 拼得很凶 苏尔雅这大鳄鱼 两边点人都已经放了 中路抢完线 这波感觉可能要给上路施压了 嗯 将直接在往上走 把这个河线吃掉 吃掉之后的话 感觉是有一波包上的机会的 而且这是个千决的印记啊 直接把印就给吃掉了 来了来了来了 呃 又是复合上局节奏 将这下感觉更好击杀 但是苏尔雅血量不太多了 怎么办 这一套上来 但是有二技能在的 嗯 闪现过来一招没皮死啊 塞一下 在塔下硬换掉了 塔下换了 下路还要走丑节奏 击飞了一个 Karma在闪下面打得出来 Karma没等队友啊 直接绕到后面 那这一波打完之后 人头的一个置换啊 然后 刚才是鳄鱼拿了人头被击杀在塔下了 嗯 但是对于 盖伦来说还是捆 因为盖伦还是掉了挺多兵的 嗯 塔下的线全没吃到 诶 逮到一个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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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就有点想趁你兵要你命的味道 套恩来了 这搜这完全不太怕的 一个小滑步 很灵活啊 感觉其实格温这点有点被忽略掉了 就是现在 如果拿AD打野的话 他还是有很多上场空间的 直接进也去了 这一team的阵容前期的主动权 真的是要比乌鸿鸣强太多 是的 左边感觉还是在上路中路线上 稍微少点控制啊 对 掀起来 处理闪流 套恩先叫羊了 这个撞到了也不敢上 3分40秒先叫个羊 早用早CD吧 还好 这不会影响到资源团 是的 但这波说实话叫的确实也没什么意义 你撞到了牙所以也不敢上 嗯 不断控和气 将之这局比赛 刷野效率一直都挺高的 但不像上一局就走到哪能稍微带人头吗 这局收敛了很多 没有打才是 可惜 鼠架开了 最后一段 解不死 被挡到第二段 动角放得很关键 三输秒钟双资源的刷新 赶紧回补 简直赶紧要回家补装备了 让补个1500左右的一个装备 感觉左边他其实只吃一手奥恩的大招 然后能打得好的话打四五个人 左边优势巨大 如果打吃了的话 就是左边没有后续能给你更控制的 这个其实有点苛刻了 对的 上楼线已经抢掉了 先抢线 但规格在火龙旁边蹲服 亚索也被鳄鱼控到了 但飞机过来 直接炸了包轰下来了 那这边的话鳄鱼感觉有点危险 走不了了 鳄鱼肯定走不了了 这个感觉是有点犯罪了吧 那这个只有将这一个人 龙先逞到 还好打得比较快啊 这样的话感觉要控双碎的味道 可以 又来了 奥温降阳 卫格直接闪现走 而且有思旅柴流的情况下不受影响啊 顶起来一个 挺到一个 这亚索这一步怎么就不接大招了 嗯 这一步接大招感觉有了呀 也没在塔下啊 这一步真接大招感觉杀了 后面有盖伦 这个大树你不管他吗 没技能了 这么一条顶 大树一个人留两个 哥文一个人 卡莎包后啊 但是没有选择硬往这包 这AD包后有点太扯了 伤害非常高 大树大也没看 主要左边还都是这种贼肉的 盖伦和奥文顶在前面 让格文直接捡个爽的 是的 杨妮可先打一套再说 那完全有机会双资源啊 但格文这个时候去下了 格文也在往这边靠 这波看来 无关面还是要接的 先把这张叫醒 哎 直接绑 绑过来直接放大 放大 而且捆得非常不错 飞机要被秒了 飞机倒了到正面上 现在直接是顺被秒两个 小马虽然被狂风军一盏卷起来 但是旁边都是兄弟啊 不是 这亚索的封墙呢 这 这题目又打了一个一块二 而且能控双资源 亚索怎么不放封墙啊 实时机难题 他感觉下来的时候 想先刷个双盾 然后那个位置 直接几会秒了 他那波接小马接的还是挺快的 这中塔就直接没了 那这局节奏比上次没了 这亚索不是在边 在边上吗 他风枪没开啊 啊 他直接被留在原地了 留在原地也可以放风枪啊 滑在 对 他那位置开个风枪大树大 不至于把兄弟们大满呢 他那个风就吹到挺多人 但前俩兄弟没管 直接管后面小马去了 这个没啥问题 感觉就还是 装备方面 哎呦这个 就你刚才中一塔的时候 奥文顶起来一个 然后没大回哥 刚才呢也有 我感觉QQ1应该是 亚索熟练度不太高 又来了 这波动画欠决 大招还差一点也没有撞好 呃 要是阶线大 直接把低管给秒了 看下杨 太阳叫过来 大刀的隔关 但卡莎也飞进来了 凯仁曼感觉 大招虽然撞好了也走不掉了呀 又被捡了个魂啊 叫了个死亡闪 坏了 爆炸了 已经提前提节奏了 8分20秒 现在中塔就要也掉了 这真的爆炸了 凶真提了一个剑赶紧跑路 感觉现在这team就是 大树死亡流进场 不管怎么样 我先捆你一个 然后兄弟们全进场 对对 收到七七八八 右边这个冲阵能力太强了 但反正大树冲进来 给你玩自爆嘛 可以 送死流的大树 抢篮有点祸 同温没蓝了呀 哎 断讯息都用过了 不是啊 这个能走 呃 这个说说啊 这team有点浪了 背头虚弱 将之走位 震东击西风没吹到 像骗子打 大树上去绑 但是也没有选择 继续打到底了 兄弟们都没输出了 这个走位可以的 也不是 这卡萨也没走 他就比比之走 只是风吹歪了 太阳深东击西 这卡萨也没有扭头 他就比比之往前走 那这风没吹到 可以 最好的预判就补预判 是的 30秒钟 小龙刷新啊 这就很关键了 但是现在对于 我给你们来说 完全没有节奏 上路中路的塔都掉了 这确实很难打 主要右边他有他的打法 然后你左边就是压死我 进场之后 他伤害也不能第一时间完成击杀 这就很难受 是的 左边现在一套包他秒不掉人 你大树进场之后 你最起码能带个格温 能带个这个卡萨进场 这龙咋办呀 齐齐又挨了一套 对呀 在找绕后的机会 启动手机中了 倒的包 被逼出来了 那这个龙只能放了 大棒了 我正面完全接不了 这龙放了之后 更难打了 其实但你要接的话 可能就爆炸了 更提速 刚才那波侧翼 被格温卡住位置 一套剪刀 直接剪满了 撞了个满怀 有视野的 先随便绑一下 教养 撞谁 啥都没撞到 撞了个寂寞 撞死了一只蚊子 可以 可以 将之无脑剑也去 而且这地形 直接野区大门全开 这鳄鱼下路已经通关了 这没人去管它 没人能管 十一只大鳄鱼 这怎么办 分配不过来 这二塔给了 八百血 基地 给咯 不拆的 但能不能把这个鱼杀掉 这波鱼死是跟你死的 开大 还被他换呢 一个 杨领生气提前结束了 没回起来 这还被换了一个 这也太伤了 三个打一个被反撒 然后夏儿塔还被拆了 你真要抓这格温吗 这俩十几 格温把之暴开了 下路 抓盖伦 准备动手 这边大叔还没有急着绑 有稳定控制的 先推开 挂虚弱 就直接给卡萨蒙蒙A就完事了 可以 A的爽局 啥时候这待遇 天呐 这大叔都不带用技能的 这就推了你一下 捧个人场 我上路这个塔感觉不好推 格温来守了 这格温面对这个两个人 没什么压力的 开大响停线 听到 这亚索也不敢接大招 不敢接大的 现在这亚索还是挺脆的 这塔还守下来了 硬把塔守住 感觉现在 没有龙的话 就是两边一个发育的真空7 但我觉得现在Jteam 是有机会去偷大龙的 对的 这局比赛就非常向上一局 而且Jteam这种打大龙速度巨快 已经拼信号了 要打了吗 格温 弗耶格加卡莎 这三个人打大龙速度巨快 都有百分比伤害啊 哎呦 直接就当着你的面打了 呃 眼都不开 哇 这直接下五千了 也在阳直接叫阳 大龙已经没了 大龙拿到 DY 第一时间大招延缓对面 去抢龙的机会 没脾气 真没脾气 感觉对于WUGAMING来说 就还是得通过这个休息的时间去想一下 去思考一下这个自己的整个打的节奏的状态吧 因为这局也并没有给他们拿到 拿到比较顺手英雄 但是前期节奏还是没有打出来 那前期这个阵容前期就是打不了节奏的 确实也没办法 直接灌了一个 打野被击杀掉了 但是下路格温在弹 中路两个人也并不是特别怕你开团 哇 这格温下路感觉只要把他减 DY 血量很残 能不能击杀掉 击杀不了 有虚弱 延缓一下节奏 对吧 一波了 一波了 这兵线应该是足够了 下路高地破了 中路两架大抛车 Souzer 顶着要拆你中路高地 而且上路鳄鱼也带兵线过来了 三路还求稳了一波 没有选择硬往前顶 下药包 鳄鱼两段 那能杀个Souzer雅 点燃时间过了 有兄弟过来 带轮没大 带轮没大 薯若再给你套上 点点 再点层电章出来 好像杀了三级档提速 哦呦 还叫闪现 闪现过来 非常丝滑 难受 折磨 真有点折磨了 确实完全还不了手 但不得不说 就是无缘这种选出来 前期注定是起不了节奏 就一开始就说 就是当你打野选千决的时候 其实这个阵容是打个人能力的 就线上跟打野 也是属于没有联动的 你只能说奔着对方一波 all in冲进来 利用千决大招打反手 看有没有就会打反手空间 但是对方的持续和连环伤害太多了 看看这个龙魂要不要拼一下呢 但是拼不了一点点 阿甘夏宝宇被圈推了 阿甘夏宝宇被圈推了 阿甘夏宝宇开始接后 自打5了 飞机被击杀掉了 后排完全收割 小马直接往前 这一下 悠悠哥压个起身 自己猎手本能 直接贪婪的猎手啊 猛猛向前追 这真的是一点皮气都没有 伤害的一点不太规避的 一点皮气都没有 真男人 而且这局龙魂的这手练也太好了 这从龙魂都不重要了 纯念压了 那我们恭喜J-team2比0 特攻拿下悠悠Gaming 那确实没办法 最后一步5失败了 感觉 悠悠Gaming确实看看吧 因为这局比赛来说 就是J-team打出了 他们自己常规的一个节奏 然后不管是前期拿资源 还是说 哪怕是自己拿了一个 后期盒的状态 前中期打的都比较猛 对 但我觉得WUGaming 这个阵容选的 确实比较难 难进行配合 就是 线上控制比较少 然后打野自己本身也不带控 就你没有办法在前期 主动的去给对方施压 反而就处于对方在给你压力 你一打反手 一直处于被动的那一方 他这两局比赛 感觉就是 线上上中 然后你选的英雄 都跟打野不是特别熟 视背性很低 对 你就照性过来的话 或者说第二局千奇过来的话 他都不知道怎么去抓去抓谁 对 就真的是没人抓 我觉得这个选手 其实也挺无奈的 就 但是你又没办法 英雄你都被搬完了 你咋办呢 对的 就打野能选的空间也不多 然后 然后你为了保证一条线 以及阵容的整体的坦度和阵容的输出量 但是你又不得不去选这些英雄 但是你这样的话 作为交换 那你就会发现一个问题 你没有控制 对的 然后对于GT来说 我觉得两局比赛 他赢的方式也都一样 就尽可能将之走到哪儿 节奏再到哪儿 对 他第二局的节奏都没有第一局那么好 但其实 然后还是拿双资源了 双资源就赶紧推中塔 中塔掉了之后 他们想关机去雪球 想带线的话就方便更多了 对 就关键在决策上有一些问题 就是 其实在下路那波 打野在打龙的时候 下路鳄鱼去带线 其实给了机会 对的 但是给了机会 其实对于乌狐gaming来说 第一时间他们的选择是 先去观望他打小龙的进度 而不是选择去直接打先锋 作为交换 他如果直接去打先锋的话 其实先锋是可以直接换掉的 因为对面少了个上单 打野在下路打龙 那上路几乎就处于一个 四打三的一个情况 如果这样 你最起码前期能有点主动权 对 就完全把主动权放给对方 这只能说 这个伤害面也完全不在一个层次上 小马 一马当先 就看他在团战里面在那乱飞 他这局真给他飞爽了 就是全方位无死角 有这个空中支援的状态 打了三万五左右的伤害 然后感觉这局兄弟们 苏利亚也好 然后Soldier也好 他是都能够站出来的 这局比赛 尤其是在红色帮拿到大树之后 配合配合 状态打得非常不错 虽然左边有个压锁 但压锁这个风墙 感觉就没有怎么限制到 DUI这个大树的发挥 是的 就是大树 你 突然 小本 你们 inventory 感谢观看